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关心今天这个农业起床 我们今天在台湾主要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但是在今天晚上的封面运势 已经逐渐远离台湾 专行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我们的封面地区前的报告 和我们的当部 这分量是稍微较多 可能有这第一站的准复 也是稍微看较量的担保 不过我们的中南部地区 都是已经可以转身 可以看到头部稳定的这些天气 另外就是说我们周边海域 红烟的较大 所以在海面的朋友们也很特别来注意 但是看我们今天要来给大家提醒 就是这个农委会提醒大家 这个3月开始进入秋行军从 第三阶段的过渡期 这个秋行军从影响我们台湾 也已经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了 所以提醒大家政府对于发生田区 还是有提供药剂的补助两次 但是不再补助这个施药的工资 所以呢 还是预请这个农民朋友们 要持续注意防治这个秋行军从 另外的话就是 今年春季水库的水位期低 水情严峻 虽然说这两天 我们台湾有受到 封面云气的影响 但是这个降雨 真的没有相当的明显 所以提醒大家 各位农民朋友们 还是要采用 解水的灌溉 灌溉设施 适量的灌溉 有效应用水资源 另外来看一下天气的部分 接着天气 不过南拜喜的西春 这个封面云气已经远离我们台湾 但是还是有受到丰厚的东北风的影响 那么在礼拜四的时候 水气不算是很多 那么接下来到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台湾这个东北风 逐渐减弱转成有点偏东风 甚至到礼拜六礼拜天 都会转成有点到偏南风 所以大致上来看的话 降雨几率都是比较偏低 水气也比较少 那么到下个礼拜 可能还会有一波 方便云吸引南下 不过这波方面的位置 比较偏北 目前看起来 对我们台湾的影响 可能不会太大 所以整体来说 降雨几率 仍然都是比较偏低的 另外来看一下 在这个未来几天降雨的一个范围 礼拜四的话 礼拜十也其实说 一样是吹东北风 但是整体来说 水气不算是很多 所以那可能只有 局部零星的短暂阵 那么礼拜五到礼拜天 来自于南方的水气 但是具体会造成 会不会造成 会不会造成 会不会带来这个降雨 可能还要再观察 那么目前看起来 有可能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东半部地区 跟东南部是主要 如果说有错到这个影响的话 因为是银缝面的关系 可能降雨几率 会比较偏高一些 所以在这个未来四天 也未来四个月 可能有落后机会 还是在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我们的西半部 目前看起来降雨几率 都还是比较偏低一些 好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还是要节约用水 以上就是我们 今天节目标记上 再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火星发 打赏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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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